秦奋的老婆刘丽丽丽是车磨 长得漂亮 身材惹火 秦奋和她认识的过程纯属巧合 有次秦奋他们店里做活动 请了几个车磨来站台 活动圆满成功后 自然要庆祝一番的 作为功臣 秦奋被挂了不少酒 完全喝断片了 第二天醒来 秦奋就看到了赤裸着身子 躺在怀里的刘丽丽 大家好 我是本期主播文辉 接下来继续分享我们今天的故事 刘丽丽醒来后 哭得梨花带雨的 说秦奋毁了她的清白 秦奋不忍心 只好答应负责任 然后不到半个月 在刘丽丽的催促下 他们就闪电结婚了 她不是第一次 但秦奋也没有很介意 毕竟这个年头 想要找厨女 除非是去幼儿园了 婚后 秦奋不想让刘丽丽再做车模的 但是她却不乐意 说女人要独立 不能靠男人养活 而且她出去工作 还能帮秦奋减轻一点负担 刚开始秦奋还很高兴 觉得娶对人了 但没想到 这些只是刘丽丽的借口而已 这天 秦奋收到了几张朋友发来的照片 秦奋才知道 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 照片上面是一个大富贤贤的男人 搂着秦奋老婆在商场里拍的 虽然不露骨 但二人举止亲密 有好几张照片 那男人的手都伸进他老婆的内衣 腹部和蜜桃臀上面了 朋友以为秦奋跟老婆离婚了 他们才敢这么明目张胆 对此 秦奋没解释 而是赶紧结束了 与厂商的项目商谈 匆匆赶回家里 可刚到家门口 却碰到了秦奋小舅子刘元和他女朋友 他们家房子是独栋的三层洋楼 院子很大 因为当时秦奋跟刘丽丽丽是闪婚 所以在这老房子结婚的 新房子刚刚按揭拿下的 还没有来得及装修 一看到秦奋下车 刘元赶紧凑上来 大声道 姐夫 你怎么回来了 哈哈 好久没看到你了 他刻一大声说话 眼神的余光还看向楼上 秦奋顿时心里就一阵不舒服 难道老婆就在楼上 干着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 你怎么来了 先进屋吧 秦奋皱眉道 刘元却不动 反而拉着秦奋的胳膊道 嘿嘿 想你了呗 来看看你 顺道看我姐 姐夫 先别急啊 我有事跟你说 她越这样阻拦秦奋进去 秦奋心里越觉得不对劲 但刘元女朋友也在 秦奋又不好发脾气 只好道 说吧 什么事 姐夫 你把车借我开两天呗 我打算带婷婷去海边玩玩 刘元笑眯眯道 秦奋这车新买的 自己都没开几天 刘元隔三差五的就来接车 不是接朋友就是出去玩 而且每次都由开完了才还回来 上次还把车尾灯撞坏了 因为是自己小舅子 又在他女朋友面前 不能损他面子 秦奋也没说什么 当即把钥匙交给他 叮嘱道 拿去吧 开车慢点 然而刘元还不满足 拉着秦奋道 等等 姐夫 那个我身上没多少钱 要多少 三千吧 秦奋感觉很无语 出去玩 没车又没钱 三千块钱 不就是相当于 自己花钱 请他们出去玩了 自从结婚以来 小舅子刘元 没少从他这里借钱 三百五百 几千不等 说是借 从来都没有还的时候 对于这件事 秦奋跟老婆沟通过 但刘莉莉反而理直气壮的 说他就这么一个亲弟弟 给他花点钱怎么了 秦奋实在是急着想进去看看 家里到底什么情况 二话不说拿出手机给转账了过去 说到前后 刘元这才放手 嘿嘿笑道 谢谢姐夫 说完 他就带着女朋友开车扬长走了 秦奋赶紧进屋 到二楼卧室里才看到老婆刘莉莉 她正躺在床上玩手机 但脸上有些红润 这种红润 很像是男女办完事后脸上的潮红 秦奋捏紧了拳头 立刻在房间里找了起来 衣柜 窗帘 包括房道窗外面都找遍了 却没有看到人 秦奋 你干什么 刘莉莉立马坐起来道 没事 秦奋没找到人 心里有些不安 更加后悔 刚刚在楼下 不该跟小舅子刘莲纠缠那么久 前后五六分钟 足够对方从后门逃走了 刘莉莉自然不傻 知道秦奋起了疑心 当即抓着秦奋 大发雷霆 你给我说清楚 到底什么意思 哦 你是觉得我在家里偷男人了是吧 好啊 那你找 到处都找找 今天你要是没找到 我跟你没完 秦奋不禁一阵头疼 道 我没这个意思 你在家里 怎么穿成这样 我睡觉不穿内衣 难道还穿外套吗 这有什么奇怪的 刘莉莉立直气壮道 最终 秦奋一无所获 没有找到任何证据 只好跟刘莉莉低头认错道歉 刘莉莉生气了一阵 这次居然没有揪着不放 只是说她饿了 让秦奋去做饭 吃完饭后 刘莉莉要去健身房 而秦奋在家里收拾家务 秦奋出差了一个多星期 家里已经成狗窝了 刘莉莉不收拾 只能是秦奋来 但没想到 秦奋打扫房间的时候 从床底下 扫出来了一个避孕套的盒子 这绝对不是她用的 因为自从结婚以来 他们就打算要小孩 刘莉莉也一直在备孕 所以从来也不做避孕措施 而这个避孕套盒子 还是新拆封的 秦奋瞬间觉得头顶绿油油的 脸色阴沉到了极点 果然 秦奋的怀疑没有错 刘莉莉还是偷人了 小舅子留言在楼下 就是故意阻拦秦奋 给刘莉莉拖延时间的 说不定就趁着他们聊天的功夫 肩负就逃走了 联想到刘莉莉脸上潮红 只穿着内衣 秦奋的心就在低些 但是光一个避孕套盒子 证据还不够 秦奋忍着恶心 把家里的垃圾桶都翻了一遍 并没有找到什么证据 显然 刘莉莉非常谨慎 没有给秦奋留下任何把柄 秦奋在外面出差 累死累活地赚钱 他却在家里偷男人 逍遥快活 那个肩夫到底是谁 此刻 一股无法言语的愤怒冲到头顶 秦奋杀人的心思都有了 晚上十点多 刘莉莉剑完身回来了 他连衣服都没有换 穿着紧身衣 事业线丰满 身材曲线玲珑 一想到照片上那个肥胖的男人 搂着自己老婆 大手都伸进灵口里了 秦奋就无法抑制地愤怒 秦奋很想上前质问刘莉莉 但理智告诉秦奋 一定要冷静 在没有证据之前 找他理论 完全是自讨苦吃 以刘莉莉的胡搅蛮缠 他肯定不会承认的 秦奋在阳台 将刘莉莉一个星期的脏衣服 扔进洗衣机里 同时深吸了一口气 紧捏着的拳头缓缓放松 努力让自己冷静下来 老公 给我一万块钱呗 刘莉莉走过来 亲热地说道 秦奋问道 怎么了 刘莉莉说道 有个汽车厂商要搞车展 我去站台 总得买几套衣服吧 哪个车展 秦奋皱眉道 本田的吗 这次要搞三天的车展呢 刘莉莉撒娇道 讨厌 人家出去站台 还不是为了赚钱 快点转账了老公 晚上有奖励哦 秦奋听了简直想笑 自从结婚后 刘莉莉一个月就跑两三次车展 赚的钱还不够她吃饭的 剩下的开销 还不全都是秦奋出的 关键是她还整天很忙 有时候秦奋甚至都怀疑 她在外面到底忙着干什么 偷人吗 不过 在没有证据之前 秦奋不想跟她撕破脸 所以 为了不让刘莉莉看出秦奋怀疑她 秦奋需要隐忍 给她转了一万 晚上睡觉的时候 刘莉莉莉果然很主动地跟秦奋亲热 看着刘莉莉漂亮潮红的脸蛋 曲线玲珑的身材 秦奋却没有半分欲望 心里只觉得恶心 但秦奋没有拒绝她 反而十分猛烈地冲击 蹂躏她的身体 秦奋把心中的愤怒 全部发泄在了她身上 不安白不完 老子花钱娶的 自己养的女人 没错 自从知道刘莉莉出轨了那一刻 在秦奋心里 她已经不是秦奋的妻子了 而只是一个女人 玩物 刘莉莉疼得眼泪都流出来了 事后掐了秦奋一把 沉怒道 死人 你一点也不知道心疼我 那么用力 万一捏爆了怎么办 秦奋黑黑一笑 没有解释 演示过去了 第二天 秦奋没有去上班 而是跟公司请了长假 不把刘莉莉的事情解决 秦奋上班都没有心思 但请假的事情 秦奋并没有告诉刘莉莉 还是正常出门 假装秦奋去上班了 出来后 秦奋就找了个服装店 买了一套衣服换上 又买了个鸭舌帽 戴上口罩后 整个人都包得严严实实的 秦奋相信 只要秦奋不开口说话 就算是熟人也未必能认得出来秦奋 上午十点多 刘莉莉果然出来了 她打扮得很精致 上身黑色短袖 下身则是米色的套装裙子 拎着包 气质优雅 活脱脱的时尚利人 出门后她就打了辆车到商场 来到了钟表的柜台 买了一块男士手表 远远的 秦奋就看到了 那手表要一万块 她昨晚问秦奋要一万说买衣服 其实是为了偷偷买手表 给秦奋准备一个惊喜 毕竟 秦奋的生日也快到了 秦奋心中有些疑惑 难道是秦奋搞错了 刘莉莉没有出轨 是个误会 可是 那避孕奋盒子怎么解释 秦奋心里坠坠不安 继续跟踪着刘莉莉 买好手表 精美包装好后 刘莉莉去了一家减餐餐厅 吃的是沙拉减肥餐 从头到尾 都是刘莉莉一个人 不过 她一直玩着手机 好像是在跟人聊天 时不时地露出微笑 吃完饭后 刘莉莉又去她经常去的一家美容院 为了不被发现 秦奋没有进去 就在外面一直等着 这个美容院里 都是女技师 连老板娘都是女的 秦奋倒是不怀疑这里 一直到下午两点多 刘莉莉出来了 又打了辆车 来到了一栋大厦 这栋大厦是商业写字楼 在这里工作的都是精英 因为不好跟踪得太近 中间耽误了点时间 等秦奋进去后 却找不到老婆刘莉莉的身影 正当秦奋沮举丧的时候 突然 大厅的接待区域 传来了说话的声音 一万块 太贵重了吧 怕什么 提前给你的生日礼物吗 谢谢你 宝贝 是一男一女的对话 男的秦奋不认识 但长得很英俊 个子高高的 穿得西装革履的 而女的 正是刘莉莉 她上午买的那块手表 原来不是买给秦奋的 而是眼前的这个男人 秦奋实在是太蠢 太自作多情了 居然会天真的以为 她是买给秦奋的惊喜 而且 想想都觉得可笑 讽刺 一想到秦奋辛苦拼命赚来的钱 被她拿去花在了别的男人身上 秦奋心中就涌现出一股 难以抑制的怒火 此刻 秦奋真是恨不得冲过去 当场撕破脸 让所有人都看看 这对狗男女的真面目 但秦奋生生忍住了 首先 这件事很丢脸 身为一个男人 自己的老婆在外面出轨偷人 传出去了 以后秦奋都没脸面出来了 其次 他们两个并没有办事 闹大了 他们也完全可以不承认 冷静 秦奋一定要冷静 失去的这些 秦奋一定要亲手讨回来的 他们俩坐在沙发上聊了一会儿 好像要起身 秦奋赶紧转身进了洗手间 秦奋等他们走出秦奋的视线 才慢慢跟出来 继续盯着 结果 他们进了一家酒店 开了房间 整整一个下午 刘莉莉和那个男人 都在里面没有出来 他们干了什么 不言而喻 一想到老婆跟别的男人 在酒店里面开房 秦奋就抑制不住地怒火 秦奋很想冲进去杀人 弄死这对狗男女 但理智告诉秦奋 不能冲动 杀人是犯法的 等等 这个男人 跟上次照片上的完全不一样 刘莉莉到底出轨了多少人 上次照片上的 是个大富翩翩的中年人 而这个男人 明显不是 一直到快天黑的时候 刘莉莉踩挽着那个男人的胳膊 带着一脸甜蜜的笑容走了出来 看到这一幕 秦奋红着眼睛 真恨不得冲上去 弄死这对狗男女 不行 秦奋不能冲动 太多的案例告诉秦奋 动手是最愚蠢的选择 不但自己要坐牢 最后财产还便宜了狗男女 两人在酒店门口分别 刘莉莉打车回家 而秦奋则是偷偷跟上了那个男人 在前台 秦奋稍微打听了一下 就弄到了这个男人的资料 秦奋 今年27岁 是一家金融公司的投资经理 的确 无论是外形身材还是工作 这个秦奋都比秦奋优秀 刘莉莉又比较暧昧 尤其是喜欢帅哥 像秦奋这种 简直是符合 他心目中的完美爱人形象 可是 上次那个大富贫贫的男人 又是怎么回事 秦奋继续跟踪秦奋 却发现 他有老婆 长得还很漂亮 而且 两个人感情不错的样子 还有个四岁的女儿 自己有老婆有家庭 居然还破坏秦奋的家庭 秦奋真恨不得弄死这个王八蛋 不过 秦奋没有继续跟踪下去 因为陈建他们一家三口回家了 秦奋也回到了家里 因为正常秦奋都是这个点下班的 秦奋得装出秦奋什么都不知道 还在老老实实 上班赚钱养家的样子 晚上十点多 刘莉莉才回来 秦奋很奇怪 他跟陈建优惠了一下午 晚上去哪儿了 难道是跟另外一个男人鬼混 秦奋把愤怒隐藏在心里 和往常一样 收拾家里 刘莉莉似乎累了 很快就入睡 而秦奋却睡不着 躺在床上 看着天花板 秦奋的脑海里不断冒出一个个复仇的计划 然后渐渐完善 秦奋心中已经完全确定了 刘莉莉出轨了 而且出轨的还不只是一个男人 秦奋现在要做的就是复仇 把秦奋的计划一点点完善 秦奋要这对狗男女付出应有的代价 失去的 秦奋要他们连本代理的偿还 刘莉莉非常的谨慎 手机密码有锁的 从他身上 秦奋感觉比较难以下手 但是小舅子刘源就比较简单了 最终 秦奋的目标放在了他的身上 没过两天 小舅子刘源来还车了 姐夫 车子没油了你加一下吧 谢谢啊姐夫 刘源把车钥匙还给秦奋 一脸理所应得的说道 果然 秦奋交给他的时候油箱是满的 油开完了 现在才还给秦奋 不过 秦奋非但没有生气 反而把他叫过来 笑咪咪道 刘源 你不是在找工作吗 我帮你托朋友问到了 工资还不错 一个月六千八 就是要去华南那边 你愿不愿意去 刘源激动道 当然愿意压姐夫 你真是我亲姐夫 我什么时候可以去上班 明天我发你微信了 你联系他就行了 随时都可以去上班 秦奋笑道 谢谢姐夫 刘源连带着他女朋友 郭婷婷都感谢秦奋 因为秦奋很清楚 刘源没有学历 找工作快几个月了 都没有找到合适的 他这种人 眼高手低 工资高的嫌弃太累 工地低了还看不上 秦奋介绍的这份工作 是托一个哥们帮忙安排的 这些年坐汽车这行 因为为人实在 讲信誉 人品不错 也结交了不少好哥们 郭婷婷一直抱怨 刘源不上班 现在秦奋给他找了个 工资这么高的工作 他当然感激秦奋 当然 秦奋可没有那么好心 给刘源介绍工作 只是为了把他调走 而他女朋友 在这边的服装店卖衣服 两个人势必要分开的 这样就方便秦奋实施 下一步的计划了 送走刘源 洗车的时候 没想到秦奋还得到了 一个意外的惊喜 行车记录一礼 记录了刘源和他女朋友 郭婷婷的对话 秦奋听完后 稍微整理了一下 刘莉莉的确是出轨了 他跟那个陈建石 去年就鬼混在了一起 两人经常私下优惠 一年多的时间里 至少开房了上百次 而秦奋和刘莉莉结婚也不久 也就是说 刚结婚没多久 刘莉莉就出轨了 刘莉莉在吃避孕药 每次跟秦奋同房之前 她都要吃 因为刘莉莉根本就不想生孩子 更不想为秦奋生孩子 她还想要保持身材 而且她都打算好了 等把秦奋身上的钱掏空 就离婚 反正现在夫妻财产都是平分的 离婚后她还能得到一套房子和存款 陈建和刘莉莉是认识的 所以刘莉莉和陈建在秦奋家里优惠 刘莉莉上次才会故意拖延时间 最后一个消息最劲爆 原来当初刘莉莉是故意的 趁着秦奋喝醉 她主动地说送秦奋去酒店房间休息 然后就留在了房间里面 因为她早就打听好了 秦奋家里条件不错 工资高 父母又不在世 没有负担 消化完这些内容 秦奋彻底惊呆了 从预谋跟秦奋结婚 到算计秦奋的房子 财产 原来这一切都是阴谋 果然最毒妇人心 刘莉莉真够狠的 这些事情 刘莉莉都知道了 这说明她也是参与了的 毕竟 只要等到秦奋跟她姐离婚的那一天 她也能分到不少好处 秦奋后背一阵冷汗 同时暗暗庆兴 幸亏秦奋之前忍住了 没有跟刘莉莉撕破脸 因为秦奋手里头没有证据 真撕破脸 那就如刘莉莉所愿了 她可以轻松地和秦奋离婚 然后分走秦奋一半的房子 财产 这个狠毒的女人 秦奋气得直咬牙 把行车记录仪里的内容 拷贝了一份 保留了下来 这些 都是以后秦奋复仇的重要证据 刘莉莉知道了 秦奋给她弟弟安排工作的事情 非常高兴 晚上又是热情主动地奖励秦奋 反正从知道她出轨的那一刻起 秦奋就已经没有把她当作妻子来看待了 本着别人的老婆 不玩白不玩的原则 秦奋依旧是狠狠地蹂躏了她一顿 秦奋还故意在她脖子上种了几颗草莓 隔天 秦奋找了一个哥们去陈建的金融公司 假装手里头有笔钱 不知道该怎么投资理财 她出手大方 开的又是豪车 没几天 她就跟陈建混熟了 然后 这天晚上 秦奋让哥们约她出来唱歌 同时还把留言的女朋友郭婷婷也叫来了 在这之前 秦奋就跟郭婷婷介绍了一份兼职 一晚上一千块钱 就是在KTV里陪着喝喝酒 什么也不用干 郭婷婷一口就答应了 做了一个星期就赚了七千多 还有小费 中间就真的只是喝喝酒 什么出格的事情都没干 也没有人占她便宜 当然 这一切都是秦奋故意安排的 秦奋平时没少接济刘元 这些钱 其实刘元都花在了郭婷婷身上 郭婷婷心里自然有数 再加上秦奋给她介绍的兼职 她一直都很感激秦奋 所以 当秦奋哥们带着陈建来唱歌 很自然地就点了她陪喝 在秦奋那哥们的热情招呼下 陈建和郭婷婷都喝醉了 而房间早就准备好了 秦奋哥们把他们两个送进去 本来还打算给他们脱衣服 结果两个人喝断片了就乱来 很主动地纠缠在了一起 十分钟后 哥们把录好的视频发给了秦奋 欣赏着里面的画面 秦奋很满意 秦奋的计划天衣无缝 而且 跟秦奋一点关系都没有 虽然有点便宜了陈建这个畜生 但为了报复计划 后面她会凄惨十倍 拿到视频后 秦奋并没有立刻发给刘元 而是等了一段时间 果然 说到视频的第一时间 刘元立马发疯了一般的 打电话过来 愤怒问道 杰夫 到底怎么回事 这个视频哪里来的 我也不知道 有个微信群里在转发 我不小心看到了 觉得上面那个女的有点儿眼熟 后面才看清楚 是你女朋友郭婷婷 怎么回事啊 刘元 你们分手了 还是因为我给你介绍工作太远了 她没有忍住寂寞 秦奋洋装不知情 说道 刘元那边估计牙齿都咬碎了 愤怒咆哮道 没有 姐夫 郭婷婷这个臭表 咋给我戴绿帽子了 陈建 这个畜生 我要弄死他 刘元 你别冲动 爱 秦奋话还没有说完 刘元电话已经挂断了 果然 刘元是个暴脾气容易冲动的人 第三天 刘莉莉就带着秦奋丈母娘和老丈人 还有娘家的一堆亲戚 急匆匆地跑来告诉秦奋 刘元出大事了 她跟人打架 拿水果刀把人捅成了重伤 还把那人的命根子都切下来了 现在还在重症监护室里抢救呢 秦奋听了 心里乐开了话 因为秦奋很清楚 那个人肯定就是陈建 命根子都被切掉了 还在抢救 希望他还能活着 而刘元自己也被抓了 可能要判刑 老公 求求你 你一定要救救我弟弟啊 我就这么一个弟弟 我爸妈现在都快要疾疯掉了 刘莉莉抓着秦奋的胳膊 苦苦哀求道 秦奋却一点都不着急 道 这我怎么救啊 他冲进人家公司里砍人 这么多人看到了 现在是法治社会 我也没办法 刘莉莉道 不 有办法的 老公 警察说了 只要受害人那边递交谅解书 我弟弟可以从轻处罚的 两百万 那边的人说 只要给两百万就愿意谅解 是啊 秦奋 你没有父母 我们可是一直拿你当亲儿子看待的 这关键时候 你可不能不帮忙啊 丈母娘道 秦奋听了有点儿想笑 他父母的确是早早去世 但当初他跟刘莉莉结婚的时候 该要的彩礼 秦奋这个丈母娘可是一分都没少要 彩礼钱都存下来了 留着给他亲儿子刘原结婚用的 平日里 秦奋给他买东西补品 时不时地发红包 他还是不满意 经常抱怨秦奋没有父母 秦奋这样的家庭 他女儿嫁给秦奋是下嫁 他还想要秦奋改姓 做上门女婿 包括以后的孩子 也要改 被秦奋坚决地拒绝了 现在他居然说得出口 说把秦奋当亲儿子看待 秦奋不想跟老人计较 倒是刘莉莉的话 让他更加心寒了 200万补偿给陈建 他不追究了 刘原就可以得到清判 这是目前最好的解决办法 很完美 估计 这也是刘莉莉短时间里想到的 最好榨干秦奋的办法 不过 这200万 凭什么要秦奋来出 更何况 还是秦奋知道他真面目的情况下 200万不是一笔小数目 我哪里拿得出来啊 秦奋根本不想搭理他 刘莉莉找几道 老公 我们新房子不是还没装修吗 卖掉绝对有一百多万的 然后你父母不是还给你留了不少存款吗 加起来应该够了 听到这话 秦奋简直想笑 秦奋也不装了 当场冷笑道 卖我的房子给你弟弟赎罪 凭什么 那是老子自己辛辛苦苦 累死累活拼命挣来的 哦 看到秦奋突然变换了一副态度 刘莉莉惊讶地看着秦奋 道 老公 你说什么呀 刘原是我亲弟弟 也就是你弟弟啊 你想想看 我们是一家人 就这么一个亲弟弟 难道你忍心看着他做一辈子劳吗 那是他活该 他是我小舅子不错 但我只是他姐夫 不是他爹 再说了 这是以前 刘莉莉 从今天开始 我们离婚了 秦奋冷笑着说道 你说什么 刘莉莉惊愕地看着秦奋 不可置信道 秦奋 你不是在开玩笑吧 我们感情这么好 你为什么要跟我离婚 难道就因为我弟出事了 你不愿意出钱 秦奋账目娘更离谱了 直接摊坐在地上 开始哭天枪地地叫喊道 就是啊 秦奋 你什么意思 枉我平时对你这么好 现在要你出钱了 你就开始找借口要离婚 真是个白眼狼啊 莉莉啊 我的女儿啊 我当年早就说过了 叫你不要嫁给这种没有父母的人 没教养的 哪里知道感恩了 但是 哭喊了半天 她也没有流出一滴眼泪 而老丈人比较冷静 指着秦奋 愤怒道 秦奋 你太过分了 要离婚也行 但是这房子 你跟莉莉一人一套 还有家里的存款 都必须公开评分 一分钱都不能少我女儿的 老两口开口了 刘莉莉那些娘家的亲戚 也开始指手画脚了起来 还有人把院子的门打开了 故意喊得很大声 吸引了周围不少邻居来看 秦奋算是看明白了 她们一家人是有备而来 今天无论如何 她们是也要她把这两百万出了 秦奋没有理会她们任何人 而是盯着刘莉莉 冷笑道 因为什么 你自己心里没数吗 刘莉莉 我自认为 结婚以来 我自认为对你不差吧 你不想上班 好 我养着你 你不想干家务活 不想做饭 行 我来做 你喜欢做美容 健身 买衣服奢侈品 化妆品 动辄就是一两万 我也忍了 但是 老子在外面累死累活地赚钱 你却背着我跟人出轨 你觉得这两百万老子会出吗 秦奋大吼着 江心中压抑许久的愤怒 都发泄了出来 与此同时 秦奋把早就准备好的行车记录仪 录音通过手机 连上音箱播放了出来 嘿嘿 我姐夫就是个杀笔之道吧 我姐压根儿就没想给她生孩子 就是为了搞她的钱而已 她喜欢上了一个搞金融的男的 两个人经常一起开房的 啊 还有这种事 那你姐夫也太惨了吧 她活该嘛 谁叫她老实人来着 告诉你一个更劲爆的 当初我姐就是故意趁她喝醉了 跟她睡一觉的 我姐多聪明的人啊 早就打听清楚了 秦奋家里有钱有房 还父母双亡 音响的声音很大 里面清晰地播放出了 刘远和她女朋友郭婷婷的对话 把刘莉莉出轨 包括当初故意跟秦奋上床 就是为了跟秦奋结婚的秘密 都曝光出来了 而且 在录音里 刘远一个一个杀笔老实人的叫秦奋 秦奋账目娘顿时就不哭了 傻愣愣地坐在那里 老丈人也是傻眼了 手足无措 刚刚的愤怒气势全没了 那些亲戚 更不用说了 尤其是刘莉莉 头都抬不起来 她估计做梦都想不到 秦奋居然知道了 她出轨的这些秘密 老秦夫妻以前跟我们关系都很好 现在他们都不在了 居然欺负他们儿子 我看不过去 对 太欺负了 老秦他们虽然不在 但还有我们这里的邻居在呢 秦奋父母人员性格都很好 在世的时候 跟邻里关系一直都很和睦 而秦奋也是个很好说话的人 所以 在知道事情原委后 知道秦奋受到了欺负 一个个邻居都忍不住了 冲上去把刘莉莉娘家的 这些亲戚都打跑了 连秦奋老丈人和丈母娘 以及刘莉莉都没有姓名 一个个都被扔臭鸡蛋 烂菜叶 狼狈不堪地被赶出去了 秦奋很感激 跟这些邻居一一表示感谢 几天后 没想到刘莉莉主动联系 说她愿意净身出户 同意协议离婚 秦奋很好奇 之前她一直信誓旦旦地不肯离婚 还说要跟秦奋打官司 没想到 这么快就变卦了 秦奋稍微打听了一下 原来她是急着嫁人 跟秦奋撇清关系 好拿彩礼救她弟弟 为了凑够钱 她爸妈把家里 唯一的一套房子都卖了 但钱还不够 所以 她着急嫁给一个开水果店的老板 而且对方答应了 只要办完婚礼 再多给五十万 这个水果店的老板 秦奋认出来了 就是朋友给秦奋发的照片 那个大富贫贫的胖子 刘莉莉真是狡兔三哭 真会给自己留后路 秦奋冷笑着 同意了协议离婚 签完字后 从法律上 他们俩就再也没有任何关系了 但秦奋可没有就此罢手 在刘莉莉打算结婚的头一天 偷偷把那份录音 发给了水果店老板 正所谓出轨只有第一次和无数次 刘莉莉还有谋夺财产的前科 那个水果店老板顿时反悔了 想要退婚 刘莉莉急坏了 最后被逼无奈 只好借了一笔商业贷款 好不容易才凑够了钱 陈建虽然脱离了生命危险 转移到了普通病房 但他心里对刘莉的恨意 一点也没有减少 因为从今以后 他就做不成男人了 身体和心灵同时受到了重创 两百万是陈建的底线 最终 拿到了谅解书的刘莉被判了四年 出院的头一天 陈建的病房里出现了一个女人 正是郭婷婷 陈建顿时愤怒地盯着郭婷婷 道 你还来干什么 那晚他这喝醉了 不然的话 也不可能跟郭婷婷发生关系 因为郭婷婷长得一般 再加上 他认识刘源 知道是他女朋友 郭婷婷没有说话 而是把一张我们抄检验单 放到了他的面前 什么 是 是我的 陈建盯着郭婷婷 不可置信道 郭婷婷很冷静 说到和你同房之前 刘源一直在华南区 所以 孩子只有可能是你的 如果你不信的话 现在就可以去做亲子鉴定 当然 你也可以选择不要 给我两千块钱打胎就行了 不不不 我要 我肯定要 我肯定要 婷婷 我要娶你 帮我把孩子生下来好吗 我愿意付出我的一切 两百万 我有两百万 足够我们好好生活一辈子了 陈建激动地拉着郭婷婷的手 他当然激动 因为他做不成男人了 已经绝望了 没有儿子 是他这辈子的遗憾 但没想到 郭婷婷肚子里居然怀了他的孩子 这是他唯一的种 出院后 陈建立马跟妻子提出了离婚 然后和郭婷婷很自然地在一起了 虽然陈建已经不是男人了 但奇怪的是 两人感情很好 但是 没过多久 郭婷婷就突然消失了 还打掉了孩子 卷走了那两百万 陈建当场就疯了 冲到大街上 大喊大叫地要找儿子 然后被精神病院地带走了 当然 这一切 并不是秦奋设计的 完全是意外 因为当郭婷婷知道自己怀孕后 找上了秦奋 问秦奋该怎么办 要不要打掉孩子等流言 而秦奋给他的建议是 先去找陈建 他有两百万 最终 郭婷婷骗走了陈建两百万 这是出乎秦奋意料的 只能说 郭婷婷也是个极其精明的女人 流言坐牢了 陈建疯了成了精神病 而刘莉莉的日子也不好过 那个水果店的老板我 知道他有出轨和谋夺财产的前科 所以一直对他十分防备 家里的钱扣得很紧 刘莉莉哪里过得了 这种紧巴巴的日子 但刚收了财力 也不好离婚 所以他干脆在外面找男人了 一次两次 人家又不是傻子 很快就发现他出轨了 这水果店老板可没那么冷静 桌奸在床 暴怒之下不但把那个男人捅死了 还刮花了刘莉莉的脸 这下事情闹大了 刘莉莉的名声也传开了 她嫁人就是为了图谋人家房子车子和钱 而且两次都惹出了命案 名声一臭 就算长得再漂亮 身材再好 也没有男人敢娶 这样的女人 娶回家 随时都要担心被戴上绿帽子 谁愿意过这种提心吊胆的日子 更何况 刘莉莉脸上还多了一道刀疤 一般没钱的光棍 刘莉莉又看不上 最后 刘莉莉选择了去足语店上班 做技时 因为来钱快 自始至终 她都不知道 这一切都是勤奋设计的 亲手报复了这对狗男女 加上刘莲和陈健这种畜生 勤奋的心情无比的愉悦 勤奋没有触犯法律 而是用智慧 化解了一场危机 并且成功复仇 让他们付出应有的代价 自古坚情出人命 出轨之前 先想一想 自己能不能承受得了这种代价 不要为了一时的爽快 而葬送自己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我是本期主播文辉 感谢大家的观看 如果喜欢我的节目 欢迎点赞 转发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